One FM则是指定电台 NTVC柔佛事故来采访报道 一般的英雄电影男主角都是高大威猛英俊潇洒 吸引不少观众的眼球 但是如果出现在您面前的是一位有着大肚男 而且其貌不扬的英雄 你愿意让他救你吗 由阿华白咖啡赞助的全新中文电影《引火侠》 将会在各大影院上映 看来自新山的报道 以轻松以及有序的方式去呈现正义感 向观众传达正面的能量举信息的《引火侠》 将在11月14号起在各大影院放映 一项宣扬中华文化的阿华白咖啡 首次赞助本地电影 原因是电影的内容与产品的概念非常吻合 它是一部本地的华语电影 然后它是讲关于那个商议勇为 宣传乐于助人的这些精神 而我们觉得跟我们阿华的精神很符合 所以我们就赞助聊它 《引火侠》的演出阵容鼎盛 除了有本地演员 也有来自新加坡的写信演员 程旭辉 辉哥正义演出 电影放映时段是逢学校假期 如果说你的假期没有什么计划 不妨和家人一起到戏院欣赏 这部充满人情味的电影 另外明天的新山站原游会 继续有亚花白咖啡的档口特别优惠 除了可以以特价来购买我们阿华的产品 大家买两个杯 两包的话还可以送一个特别的阿华的杯 那个杯是我们巴德的杯 也是我们宣传的校替中心 银银莲子的杯 然后还有我可以参加我背后的 这个许愿术的 所以大家可以拿那个红包 看你拿到什么奖品 就可以在这边拿奖品 所以新山的朋友别忘了 和家共有美好团圆约定你啦 NDP7谢心迪陈丽婷采访报道 一年一度的九皇爷庆典 在农历九月初一前夕 也就是昨天晚上在全马各地盛大上演 今年